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舞台 我是林一华 我是一个戏剧导演 也是这个介绍什么是舞台美学的系列的导游 什么是舞台系列第一位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舞台美学家 是跟比利时导演伊沃凡霍夫合作超过40年的舞台设计师 恩瓦斯韦菲尔德 第五部要介绍的作品是《桥头远跳》 一颗微尘有没有让人看见整个宇宙的可能 一个小人物的生命有没有可能让人读到一篇史诗 这两个问题可以让美国作家亚瑟米勒笔下的剧作来一一回答 都是我的儿子 推销源之死 熔炉 分别写在《二战结书》跟《麦卡锡主义》抬头的年代 该三部作品的重要性不止屹立在美国戏剧历史上 更在全世界的舞台上立眼不衰 同一时期他又创作了一部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命运密不可分的作品 名叫《桥头远跳》 只是这部戏跟上述三部比较起来 不论是演出的密度 受欢迎的程度 曾经都有落差 就是连炙手可热的比利时一导演伊沃·凡霍夫 在2014年受英国阳力剧场邀约 导演《桥头远跳》的时候 他也表示不感兴趣 因为亚瑟米勒对他来讲比较像老师 他写的戏啊 黑白分明 有说教之嫌 正当他要拒绝Yangvik剧场的邀请 他的创作伙伴恩·瓦斯维菲尔德 对他说了一句话 你要不要再仔细看一看这个剧本 剧本里 竟然没有他印象中的教条 恰恰相反 在亚瑟米勒创造的一个名叫 艾迪的码头工人身上 满满都是人格上的矛盾性 致命是大丈夫的他 对于保固弱小是义不容辞 他死去的妹妹所生的小女儿 从小就是在他的庇护之下长大的 他的太太呢 是意大利移民 当太太的两个表弟 偷渡来到纽约投靠他们 也是他帮他们找到了黑市工作 而且让他们住在家里 那是到了什么时候 艾迪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顶天立地呢 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欲望 他对18岁的外甥女的情感 就是他的秘密 以保护之名 其实是希望他不会长大 不会离开自己 但是当太太的表弟走进他们的世界 他所担心的事情就一步一步地发生了 为了不让外甥女被带走 他做了一件跟他的形象 极不相互的事情 他打了一通高密的电话 以为可以让侵入者消失 却没想到 这个属于背叛的行为 就叫他死于非命 桥头远跳的灵感来自真人真事 他的名字就是当时美国一种社会现象的隐喻 从布克林大桥往下看去 会看到码头区的风景 但是站在大桥上的人会是谁 他是代表本土还是外来 是所有者还是侵入者 是强者还是弱者 观点与角度决定了爱迪之死 是值得同情 还是死有余辜 呼吸就是让空气可以流动 如果舞台没有流动的空间 观众就会感到窒息 这种窒息跟被关在封闭的地方如出一策 除了因为失去活动的空间 会让身体感到不舒服 它更重要的是在心里产生影响 觉得安全感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是桥头远跳的主人公 艾迪的心理处境 恩瓦斯维菲尔德在设计上给了他相反的情境 让一个看似没有舒服的空间加强了隐藏在他心里的不安全感 那就是在他熟悉的领域里忽然来了一些引起他各种想象跟一车的陌生人 这些外来因素改变了他对本来熟悉环境的把握 其实就像我们看见舞台上 这个你说它是什么都可以的演出空间 常常一个盒子站在里面头上还有一大片 像是随时会盖下来的盖子 所以这个盒子是个棺材猫 白白的一块地板被扇到矮矮的围栏包围 站在里面这些矮矮的围栏会让人觉得重心不易把持 就像站在甲板上 有风有浪自己就会丢到海里去 所以这是一条船吗 三道矮矮的围栏材料用的是玻璃 虽然没有网上伸延 可是站在里面却已经感受到好像完全被它封住 所以这是一个展示橱窗吗 橱窗让人想起被展示 同时也是被监视 一种会引起羡慕 一种会引起不安 甲板让人想起尘缝破浪 但也可能颠簸不断 棺材除了死亡 还会有别的想象吗 如果能撇除对死亡的恐惧 我们看棺材可能也会找到别的想象 比如说终于得到解脱 回归存经 想象便是呼吸的一种 舞台上需要呼吸便需要想象的存在 恩瓦斯维菲尔德 其实不是没有给桥头远跳的舞台 营造他所需要的场景 只是这些场景跟现实主义 所要求的并不一样 现实主义的舞台让一个场景提供一种对故事的解释 恩瓦斯维菲尔德的这个舞台 却让亚瑟米勒的这个故事 在任何时候都得到自由 桥头远跳的角色总共有多少个呢 主人公艾迪 他的太太碧翠斯 他的外甥女凯瑟琳 凯瑟琳喜欢的鲁道夫 鲁道夫的哥哥马可 邻居路易 最后是说书人 也是戏中艾迪的律师朋友 阿尔菲利 阿尔菲利会用说书人的角色开场 演着演着 律师的身份便会越来越清晰 因为舞台两边还坐着观众 他们没有台词 没有表演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阿尔菲利会把他们当成对象 舞台上没有任何法庭的橙色 但是台下的观众 看着台上的观众在看戏 就像看到律师在争取 陪审团认同的表现 于是法庭便出现了 舞台上没有家具 道具 有的只是像工厂面颜色淡掉的墙壁 这就是故事里的人物的社会背景 这个背景呢 也就是藏上每个角色的衣服的颜色 他们就好像会走路的 会说话的墙 乍看没有个性 没有面目 是等到每个人的情感 不管是明亮的 还是幽暗的 浮现到外表来 他们才真的有了生命 另外的是 居中18岁的少女凯瑟琳 故事一开始 她就是穿上了 让她沾沾自喜的高跟鞋 这双高跟鞋对她意义重大 对观众也意义重大哦 因为整个舞台上 没有一个人不是赤脚的 高跟鞋 加上在她身上那种花纹的毛衣 凯瑟琳就是灰头灰脸的角色 从中的一朵花 这朵花 开在哪里 会让空无异物的舞台 有了焦点 这个焦点 又会让没有异物的空间 看来 加倍的赤裸 因为她就是艾迪的欲望投射 这个投射 象征了男人的力量 成熟相对娇嫩 保护相对需要被保护 只不过 这种投射 其实也会折射艾迪 不会想看到的自己 为了不要失去凯瑟琳 她做了一件 让她鄙视自己的事 高密 高密者都会被认为是软弱的 看起来很大男人的艾迪 就是在这个赤裸的舞台上 被扒光了衣服 唯一出现在舞台上的家具 是一把椅子 单手就把椅子举了起来的 是充满男子乞丐的马可 最后 杀死艾迪 来报复自己被遣返的 也是她 这个情境 在其他版本的 《桥头远跳》里 也是有的 可是 只有这个以赤裸 来引发想象的舞台 才能让这把椅子 变成了刀 戳破了刻板的性别象象 伊沃凡霍夫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认为 每部我的作品 都是恩和我合作的作品 由此可见 能够在四十年如一日的一起创作 我想不可缺少的是共同的信念 这个信念应该是 对于什么是现实的不断探索 什么是现实 把这个问题丢给写实主义的导演呢 他们的回答将是 把现实搬上舞台就是 但是我们在梵霍夫跟瓦斯维菲尔德的作品里看见的却是 对现实的全失 桥头远跳如果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们就会看见 美国五十年代一个蓝领阶层家庭的客厅 客厅该有什么 舞台上就该有什么 恩瓦斯维菲尔德却把设计的重点放在如何 重新全失 什么是客厅 客厅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聊天 吵架 吃饭 理论上这些活动都需要家具 所以坐子椅子都不能少 可是赤裸的舞台 却有效地把客厅从地点 全失成一个空间 从空间全失成一个概念 概念就是对现实的认知 家人之间有着情感的联系 聊天 吵架 吃饭 只是表现这些情感的行为 在行为背后 有着更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因素 去决定他们的关系 恩瓦斯维菲尔德 空无义务的舞台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他把行为所需要的外在物 清除 让关系的本质 也就是那些看不见的现实 得以更纯粹的呈现 没有椅子不代表 没有地方可以坐 那些围栏 那些地板 进出口前的楼梯 全部都是椅子 也是桌子 隐形的他们 等于帮助了时间在舞台上的流动 不受任何实体的物件所左右 演员的流动 也就不受固定的安排所拘束了 他们的方向 在一个三面观众的舞台上 自然就会立体起来 任何一个转身 都有理由 都是动力 当桥头远跳的角色 都是地下阶层的人物 恩瓦斯维菲尔德 却在他们的脚下 铺上白的 容不下一颗污点的地板 放在现实的角度 这如果不是一种讽刺 就是一种刁难 至少是对扮演这些角色的 演员的刁难 恩瓦斯维菲尔德 在香港进行工作坊的时候 曾经跟学员分享 第一天进入彩排间之前 演员对于没有道具 没有布景 甚至不能穿鞋的安排 有着怎样的反应 为了不让他们过于焦虑 导演伊窝凡霍夫就跟他们说 其实所有该有的东西 都被放在隔壁的彩排间里了 假如效果不是那么好 演出还是可以回到 接近现实的方式来进行的 然而连不穿鞋子也只不过需要极短的时间 便能适应 一旦赤脚踩在地板上 通过身体直接的跟空间产生互动 原来能量可以来得这么的强烈 这是站在布景里的演员的感受 他们的感受 从而也直接的传达给观众 视觉上白色的地板就是一个反光体 赤脚的演员站在上面 犹如浮在半空 但是随着戏里的情绪变化 有时候他们也会变得非常的实在 白色的地板好像雕塑的基座 基座上的忽然不再是小人物 而是希腊神话里的诸神 这其实跟地板的颜色和材质有关 白让光把空间照得明亮 它是变相的光源 也是把光反弹到整个剧院的能量 反弹带来的反差 桥头远跳 从故事来讲是一个悲剧角色 越来越往黑暗走去的过程 只是在舞台上的这个盒子 却越来越让所有的事情无所遁形 无所遁形代表无路可逃 无路可逃就是没有出口 戏的开始是盒子慢慢打开 盒子里的爱迪正在淋浴 戏的结束 盒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尽力了 从爱迪身体流出来的血液的洗礼 随着盒子徐徐和尚 观众在离开剧院的时候 留在印象里最深刻的 是经过血液洗涤的白色地板 由白变红就是悲剧对于现实的升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